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还是那个被纠正的左撇子 看见我是零零 我也是一个左撇子 但觉得除了人类之外 动物有没有惯用手之分呢 其实也有 某些种类的袋鼠 它就更多左撇子 某些鹦鹉更常用左爪抓握 但其实大部分动物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左右只的倾向 两边惯用的比例差不多 但是在人类群体当中 90%是右撇子 只有10%的人口是左撇子 其中1%是双手都善用 而且据研究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 人类就一直是这种人口比例 非常稳定 但一个左撇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虽然现在有左手的吉他 左手鼠标 左手的剪刀 但是更多的工具 压根就没有左手版本 你用筷子会被旁边的人嫌弃 用左手写字会被手嫌弃 而在有的文化中 是必须用左手洗屁屁 右手吃饭的 那左撇子就很尴尬 所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左撇子很可能会在童年的时候 就被纠正使用右手 我也不例外 不过我爸只纠正我写字 你是不是以为左撇子写字 只是用左手写字而已 但左撇子人生第一次写字 很可能是我这样的 是镜像书写 我刚刚要顺便写了下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而我发现在长期使用右手的情况下 如果让我拿球拍 拿菜刀 握手 大部分事情 我会自然地伸出右手 但是拿筷子 刷牙 炒菜 开瓶盖 拿勺子 叉子 我还是会自然地用左手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是右撇子 大概率你的惯用脚会是左脚 如果你是左撇子 大概率你的惯用脚会是右脚 就是如果别人从后面推你 你会自然先迈出去的那只脚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滑雪 路冲 踢球 是不是这样 我父母甚至我两边的血亲都没有左撇子 所以我父母也很奇怪 左撇子到底遗不遗传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出现一个左撇子 第一 左撇子的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略高一点 但没有高太多 第二 遗传的因素最多占25% 如果父母都是左撇子 那孩子有24%的概率 是 如果双亲只有一位是左撇子 那孩子的概率是17%到22% 如果双亲都不是左撇子 那孩子是左撇子的概率 只有9% 而环境因素可能占了75% 可能和孕妻子宫内的环境有关 第三点就是 母亲的年龄越高 孕妻高童水平越高 都会增加这个孩子左撇子的概率 而惯用手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关于左撇子的文化偏见 也有非常多样 有的文化认为左手是恶魔之手 还有一种江湖传言就是 会举非常多名人是左撇子的例子 来说左撇子是不是更聪明 反正我是没有感觉到 关键是 怎么算聪明呢 是智力测试上的 还是说在某些领域上 左撇子确实有所谓的天赋 目前对于左撇子的研究 有一些这样的信息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在2017年 有一份2万多人的智力测试上 其实右撇子的得分还略高一点 但两者的差异没有大到非常明显 而在左撇子当中 智力障碍和天才的比例更多 门萨会员里20%是左撇子 它有点智商两头多的倾向 普通人群中智商是中间多两头少 第二在某些特殊领域当中 确实左撇子的比例要比在普通人群中更多 比方说美国总统 还有就是某些打击球类运动员 对抗性运动员 例如棒球 板球 网球手 基建手 拳击手 还有就是音乐家 创意艺术家 建筑师 国际象棋手 在这部分人里面 左撇子的比例要比普通人多一点 第三就是有测试发现 左撇子和更好的发散性思维有关 也就是对一个问题 找到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但是我再说点 让左撇子可能会心塞的信息 首先 由于很多武器都是为右手设计的 在正常上 左撇子的死亡率 几乎是右撇子的两倍 交通事故是普通人的1.3倍 例如 躁郁症 精神分裂 左撇子的风险会高一点 像ADHD 自闭症 普及障碍 阅读障碍 的发生率也会更高 女性乳癌的风险 是普通女性的两倍 但充患关节炎 溃疡 帕金森的比例会更低 如果中风 左撇子的语言恢复能力 可能会更好 最后扎心的一点就是 左撇子的平均寿命 要比右撇子少个两岁 关于在人类社会中 稳定的有10%的左撇子 有一些假设和研究 格斗假说的意思是 虽然左撇子在许多工具的使用上 完全没有优势 但如果是在一些对抗性的竞争上 例如前面提到的拳击 一些击打的运动 挥剑 由于大多数人都是右手 防备的时候也知道防备对方的右手 反而能够让左撇子在进攻的时候 很难预测 从而占优 但左撇子的数量越高 这种优势就会越小 而在人口当中 稳定的10%的比例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毕竟从很多合作的角度来看 左撇子的这种优势是小于它的劣势 还有一些关于左右利手大脑的研究 估计你应该早就听说过 大脑分两个半球 是交叉控制着另一侧身体 左半球控制右侧身体的活动 右半球控制左侧身体的活动 这话对 但也不全对 因为大脑的功能并不能完全对等的划分 例如语言功能就在左半球处理的更多一些 而面部识别则在右半球处理的更多一些 那右撇子说话 左半球相关的功能区就亮 按理来说 左半球就应该右边亮 但左半球也是左边亮 但是有30%的左撇子是两边都亮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如果是中风的话 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可能会恢复的更好 那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左撇子和两只手都善用的人 它大脑的平脂体更厚更发达 这个平脂体就是连接两个半球的桥梁 有一种治疗严重癫痫的手术就是切开 因为癫痫患者是大脑过度犯电 所以它就切断两边的联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对于左撇子和善用两只手的人来说 平脂体更厚更发达 可能促进了它两个半球功能的交流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做数学和某些认知测试的时候 极端的惯用手 就是它所有的事情只喜欢用左手 或者只用右手来做 表现都比较差 这可能说明惯用手作为大脑半球之间连接性的指标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 所以各位两只手都锻炼锻炼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左撇子有一种被迫锻炼的感觉 因为他的生活中很多情况下 他是不得不用另外一只 他可能天生不习惯的手去完成这些事情 反而可能增加了这种脑内的锻炼 因为右撇子确实没有很多情景 需要他格外去锻炼另外一只手 除非他是右手受伤了 那么小时候如果去纠正一个左撇子 除了能让他写字不粘手 适应这个右撇子的世界之外 对这个人有什么影响呢 他算是一件好事吗 要不要纠正其实看父母的观念 我爸只是觉得你以后考试怎么办 所以就纠正我写字 有的父母可能觉得你吃饭也应该改 有些父母可能他并不在意你是否用左手写字 只要你写的正确就行 对儿童来说 这个纠正的过程可能过度严苛 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他大脑的负荷 由于他要不断的被打断 反而发展出包括学习障碍 阅读障碍 口吃 以及其他的语言障碍的问题 柳叶刀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探讨过 纠正惯用手对语言功能的影响 并且他提到乔治六世 也就是那个国王的演讲的原型 他的口吃是七八岁才开始的 其实他小时候刚学会说话的时候 他是不会口吃的 他的家人认为可能是纠正他左撇子这个过程导致的 而我看了这些材料 我会对左撇子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它是有遗传因素 但没有占比那么大 它更像是一种随机显现的性状 其实就是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 还有就是由于我们是一种擅长使用工具的动物 且我们是唯一使用文字的动物 如果当时发明文字的人都是左撇子 可能我们今天的字的写法就完全不一样 正是因为文字本身 它就让惯用手有了一个二选一的压力 而且会持续拉大一方的优势 我的总结就是 但凡左撇子真是一个优势 它也不可能在人类社会中只有10% 一个字 绝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bye